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八段井前两世 双手托天理三胶和左右开弓四射雕 咱们先来看第一段井 双手托天理三胶 那么这是动作 通过对我们四肢躯干的伸展拉伸 并配合调膝 有利于元气水液在我们全身的散步 和气机的升降能够调理三胶 畅通我们的任督二脉 包括我们的手足经络 同时可以调节我们脊柱的相应阶段 对肩颈酸痛 也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缓解作用 除此之外 还可以扩张我们的胸腔 使我们腹腔 盆腔内的器官 得到一个牵张按摩的作用 有利于气血运行 增强我们的脏腑机能 接下来呢 咱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应该如何来做 朋友们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做 如果说咱们现在没有时间的话 可以先点个关注 把视频收藏一下 首先 我们全身放松 目视前方 重心放于右脚 左脚往外开步 与肩同宽 双手往两边打开 膝关节微微弯曲 双手环抱于胸前 第一个动作 我们双手回落 身体也要微微下蹲 双手膨胀于腹前 这个时候有几个要领 须领顶静 松肩松胯 收尾驴 还有几个感觉非常的重要 第一个感觉是气沉丹田 降雨涌泉 这么一个感觉 第二个感觉是要感受我们整根脊柱 是处于一个深拉放松的状态 包括我们的腰背部的肌群 要做到绝对的放松 这个往下落的过程呢 是呼气 然后我们开始双手交叉上脱吸气 膝关节打直 在我们胸前 开始翻掌往上 从面前经过 注意 眼睛要随着我们的手 往上往后仰头 直至最高点 动作略停 然后先将头回正 在这里闭气一秒钟 然后开始松肩松胯 双手打开 呼气下落 注意要先放松我们的肩膀 双手打开 再继续下一个 注意 我们在下落的时候是呼气 上脱吸气 注意在练习的时候呢 有这么几个要点 两掌上脱时 要书胸展体 上下对拔拉长 感受脊柱被节节撑开 脚趾抓地 两掌下落时 要松腰尘胯 尘肩坠 松腕疏直 上体中正 那么 比较容易犯的错误的 就是我们在上脱时耸肩 下落的时候 先松开双手 先松开双手 而不是先放松肩膀 注意在抬头的时候也要充分 也就是说两头要充分 这样的话 可以更好的去刺激我们颈部后侧的大追学 与呼吸的配合就是 上脱时吸气 投回正臂气 下落时呼气 还有一点就是 在上脱至最高点的时候 要立带掌根 一起打于我们的手指 这个动作做完之后 你会感觉非常的舒服 整个人也有精神了 学会的朋友呢 可以每天坚持着去做一做 不需要做太多 只需要做六遍就可以了 做完以后 你会感觉浑身发热 并且有一个微微出汗的感觉 会非常的舒服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 八段紧的第二式 左右开弓四射雕 这一式动作的健身 养生原理呢 也很好理解 通过斩肩扩胸 对我们肩周 包括我们颈椎的锻炼 都是非常好的 同时我们需要做一个弯弓搭建的练习 对我们手臂的经络 手三阴手三阳 这六条经络 能够起到很好的锻炼疏通的作用 同时我们还需要配合一个 下蹲成马步的练习 可以锻炼我们的腿 锻炼我们的腰 能够增强我们下肢的力量 还有在练习的时候配合两个手型 对我们手部的微循环 包括我们手指关节的锻炼 也是非常好的 那么通过扩胸 还能够保健我们的心肺功能 接下来呢 咱们就给大家分享演示一下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把它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让更多的人受益 我们把这个动作给它拆分开来 分成下半身和上半身的动作 这样大家更容易理解 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把上下结合 配合起来练习就可以了 我们上一试是两手托天理三胶 在收尾的时候是 膝关节微曲 两脚打开 与肩同宽 双手膨胀于小腹前 这是我们上一试收尾的动作 然后我们下半身需要做一个 重心放于右脚 左脚往外开步 然后下蹲 半蹲成马步 再重心放于右脚 并不站立 再重心放于左脚 右脚往外开步 下蹲成马步 这是我们下半身的练习 上半身呢 我们是做一个弯弓搭建 搭腕 开始是左手在外 你哪个脚往外开步 你哪个手就在外面 这样搭腕 然后我们里面的手 要变胡爪劲 外面的手呢 要变八字掌 八字掌要往左侧推出 这个手腕呢 要尽量往上翘 给我们这个手臂内侧的经络 更好的拉伸 这个手要往右侧 做一个拉弓的动作 高度与咱们肩膀持平就行了 是这样的一个配合 然后咱们再往右侧开步的时候呢 把双手的位置 这样互换一下就行了 我带着大家来练习一下 把上下配合起来 重心放于右脚 左脚往外开步 搭腕 挺身 里面的手便胡爪劲 外面的手便八字掌推出 下蹲成马步 然后双手便自然掌 右手往右侧画胡推出 并步 站立 搭腕 往右侧开步挺身 这回呢 左手便胡进 右手便八字掌 往右侧推出 注意我们的眼睛 要看一下 我们这个推出的这个手 双手便自然掌 往左侧推出 收回你的右脚 上面这一式呢 就是左用开弓四射雕 咱们在收尾的时候 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右脚在收回的时候 咱们不用收到并步的位置 只需要收到与肩同宽的位置 停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双手膨胀与小腹前就可以了 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呢 动作可以做得慢一些 如果说开始的时候觉得 咱们这个下半身的力量不够 咱们可以蹲得稍高一些 不要蹲得太低 太低的话呢 会比较消耗我们的体力 咱们要循序渐进的练习 这个动作 其实按标准来说 咱们是一左一右为一次 总共做三次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学会的朋友 可以每天坚持去做一做 长期坚持做 一定会有很好效果 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视频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看到 咱们下期再会 就会有什么 咱们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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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